王偉賢議員 王偉賢議員 大家舉舉手 主席我 就著這份文件有幾個簡單問題 第一 我當然覺得 所有基建工程的開展 一定是帶來創造就業機會 這個無可置疑 既然 要創造多些就業機會 其實我們區議會這麼多年來 我們一直要求把不環線 盡快開展 但是似乎 政府好、港鐵好 衝以不紋 不環線放後一點 一直走下去都不知何時起到 其實不環線才對我們 元朗區來講 發展才是最為 發揮到的作用 所以我希望不環線 一樣可以創造就業機會 快點上馬 第二 就說 香港中途站不會設立 即是沒有中途站 因為這樣會 令到行車時間延長了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香港就應該爭取 中國都不應該有這麼多中途站 特別是福田和龍華都很近 比我們建議 由香港 九龍總站 來到我們新界 無論錦田好 新田好 那個站更遠 但是你現在看回 福田和龍華 更近 為什麼他們不會延遲行車時間呢 你們覺得這樣 第三 剛好我上一次就建議過 如果你真的不設中途站 你就要提供免費的接駁服務 即是接去九龍站也好 接去福田站也好 這樣才能夠令到我們這個居民 不用繞大圈的 這個似乎也沒有回應 第四點呢 你就一路強調就說 不會影響到地下 即是地面 現在全部是地底過 就不會影響地面那個土地的使用 這樣 那我就看一下 政府有沒有人可以保證得到 將來在這個鐵路完善上面的土地 如果一旦將來你們政府可能都會放寬那個 那個規劃的地積地 要建高樓的時候要打樁 是不是打樁呢 你們認為將來一個建樓的打樁 一定不會超過三十米的 那些樁柱 即是打不到下去那個路軌那裡 這樣 所以呢 應該建高樓大廈都沒有問題的 這樣 不知道什麼時候 那有沒有人可以保證得到 就是打樁一定不會超過三十米 不會落到地底 不會影響到氣流 最後一點呢 就 嗯 我不知道 最後那個圖 我一看 我以為我們的大帽山就矮了 因為這裡那個標準 就只是去到七百多米而已 大帽山應該九百多米 那現在這個圖你們的比例是七百多米 那我不知道 是不是因為水平線那裡 你們是沒有畫下去的關係 都是主要的 那你有什麼想法 那你不覺得這個圖 是不是很想法 你不覺得那個圖